十八岁 我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奔跑 什么是梦想 梦想就是 如果你不做 就会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我不想一辈子都活在后悔里 所以 梦想 我来 救我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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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姐 救我 救我呀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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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救我 快 ship 함j Aaah 同学 同学 别跑 同学 同学 别跑了 同学 同学 没有机器 同学 来 你不是有机器在这吗 对啊 我的确看到他往这边跑了 对啊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幼稚棋 对 我就是你的偶像 幼稚棋 不是 你们这些私生犯真的是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干吗 追我了就到男厕所来了 谁追你了 再说 这哪是男厕所呀 这是女厕好吧 女厕所 这明明就是 你知道作为一个明星 天天被你们这些女粉丝追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吗 所以 你就在女厕所里 躲女粉丝 我怎么可能会在女厕所里躲女粉丝啊 那你现在就在女厕所了 不是 我怎么就跟你这个粉丝就解释不明白了 好好好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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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们明星嘛 平常压力都很大 所以有一些艺人 就有一些小癖好去释放压力 比如说什么 暴露癖啊 偷窥癖啊 或者什么 就你做压力 就你做压力啊 你要干嘛 既然你这么想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知道你们这些女粉丝很辛苦 喜欢我呢 要极少有机会跟我近距离接触 所以你才说出这些话 来吸引我的注意 对嘞 你已经成功吸引我的注意了 就让这个 成为你记忆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吧 会最好啊宝子 但是 你要记住 绝对不可以告诉别人 在这边见过 这是我们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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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定 变态啊 大姐 这楼道里这么多阴凉地儿你不待 你飞跑到这太阳底下来 还搭把伞 你是有多想告诉别人 你是个奇葩啊 你敢说我是奇葩 我可是红了整整十年的通信 克莱恩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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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说过 你居然没听说过我 你一定是因为我这身衣服才会认得我 好 那我郑重地说明一下 我这身衣服绝对不是送外卖的 而是法国南部著名设计师 一身新的扭曲为创作灵感 熬瞎了双眼 世俗而成的绝版 反正说了你也不懂 你的法国南部设计师 是个中国人吧 别触碰我 你太蠢了 站起来 我是蠢了 你真是蠢了 你真是蠢了 真是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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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蠢了 记得把红了 记得把红了 你 他是不是用英文骂我了 不行 你给我用英文骂我了 快点 我奶奶 您共就聘了我俩小时 这 时间刚刚好 您因我的事 我 自己查吧 我先走了 你 你 现在开始章记 每个专业去相应的教室备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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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 不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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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舞真好 我最怕跳舞了 我四肢都不太协跳 没事 要是我们两个 能够一起顺利通过考试的话 以后就一起跳吧 好啊好啊 我叫程平 我叫艾米 不就是乱蹦的 有什么好子 乱蹦的也比某些时 八线素人装明星强 你胡说什么呀你 别追起来了 好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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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站 快快站 真的没做过你 廖之夕 你好 我就是八岁就出道的童星 七十一 又见面了 此生饭 我 我不是你的粉丝 你记得我们的约定 你们俩认识 你们俩认识 你们俩还有约定 没有没有 不是你们想想的那样 我们的约定呢 我扔掉了谢谢你 你也敢丢掉我们的约定 你们的约定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没什么约定 真的 而且我真的不是你的粉丝 你看真的没有 等等等等 等等 我准考证呢 你别急 你再好好找找 底下 你们的约定是准考证 还是一级一扛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你就闭嘴吧你 我不是在这儿了吗 你想想你是不是去哪儿了 又在什么地方了 你看我干嘛 你可不要乱说谎 承铭 到我了吗 这是你的准考证吧 是是是 谢谢学长 你在哪儿讲到的呀 在你被记者追的时候 不小心掉了 谢谢啊学长 不用客气 准考证很重要的 一定要保存好 丢了很麻烦 嗯 那你好好准备 嗯 好 下一个 陈销 到 跟我来吧 真香 这人参鸡汤啊 给我们家成名补补 考上清北 指日可待了 等等 家多少来着 这脑袋真是 严 什么呀 今天是医考试 有传闻称 当红艺人幼稚齐 也会来参加星语学院的医考 同学你好 你一定是幼稚齐的粉丝吧 请问你也是来参加医考的吗 想采访你一下 是因为听说幼稚齐会来参加医考 才来报考星语学院的吗 我是时讯随快的记者 现在正在进行直播 请你说两句吧 成名 为什么要选择音乐曲 因为我的梦想 就是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表演 加油 你真的把我们的约定丢掉了 我在备考 不要打扰我好吗 是因为我才来议考的吧 这位大明星 别自恋了好吗 我来议考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来议考 是因为我的梦想 因为我的梦想 是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表演 对吧 那你呢 是吗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都已经是大明星了 干吗还来议考 为了给你们证明 你们的偶像 是可以凭实力 获得大家认可 不仅仅是靠流量 幼稚齐 到你了 看好了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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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幼稚齐 为什么参加艺考 因为您 李双白教授 您看过我的舞台剧后接受采访 说流量艺人不会演戏 所以我决定来参加新语艺考 新语艺术学院是国内顶尖艺术学府 所以我想通过专业的考试 向所有人证明 我幼稚齐 是可以凭自己的实力 考上新语艺术学院的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 开始你的表演 从黑暗中走来的人啊 他想做星星的眼睛 击碎密不透风的石头森林 跨过野兽出没的泥者 连幼稚齐都能为了证明自己来到这里 那我更应该不断努力 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好 Consignal 最后的电影 我会想做什么 你会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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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做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徐总 程明 到你了 好 程明 妈 你怎么来了 跟我走 我不走 这位家长 这里是考场 您不能进 要不您在外面等 不好意思 我和我女儿说点事情 走 我不走 走 走 妈 干吗呀 一考这么大的事 你跟谁商量了 你今后我们同意了吗 你就来考试 你的未来是儿戏吗 妈 这件事 我回家在跟您解释 可是我真的很想读音乐剧 这是我的梦想 梦想 我没给你机会实现梦想吗 结果呢 我告诉你 你不能再这么任性了 高考这也不走错了 归你一辈子你知道吗你 妈 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音乐剧 音乐剧有什么好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跟我回去 姑子 成名 你是成名吧 这件事是你做得不妥 追求梦想这件事 首先要好好和家人商量一下 但成名的妈妈 我理解你的心情 做父母的 总希望把最好的留给孩子 可我们认为最好的 对孩子来说 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是他们自己走的 我们不能替他们做什么 不妨把抉择留在他们自己手中 尊重他们 引导他们 让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不妨把 我知道这件事瞒着你是我不对 但是我都十八岁了 我真的想为自己的梦想拼搏一把 如果这次失败 我就放弃了 你相信我这一次 行吗 阿姨 对 让他试试吧 老师好 我叫成名 我的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音乐剧演员 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 让所有的人都看见 开始吧 在 在 周明同学 不要紧张 闭上眼睛 深呼吸 放松 不要把这里当成是一场考试 如果这是你人生的唯一一次演出 你希望给大家带来 怎样的表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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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电梯维护 这不应该带那么多东西来的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句媒体怎么变培 公司怎么处置你 你知不知道你的大好心图 可能因为你的意识意气而毁于一旦 我知道啊 反正我是确定剩下的事情你搞定 又知其 你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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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来送我多欢迎 如果不是 我自己去 你自己去 杨茜茜 这么多年你离开过人吗 还有你这么多行李 没人帮你 你行吗 没事 哥 我帮你 别动 我怎么就离不开人了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所有的事情我自己做 你别动 你别管他 你让自己来 早知道我让小如来了 今生典礼怕是赶不上了 就能靠自己了 这个军训服感觉会封印咱俩 那你就算 会封印我的验尺 你有什么验尺 这么多衣服 是我们的房间吗 这没走错呀 这衣服也太多了吧 我的天哪 不会是我们的大明星幼稚齐 不对啊 他不是还没来吗 来了 没错 就是我 你真的是幼稚齐 如假包换 那个那个 大明星 你好 我是你的同班同学 兼师友 我叫张勇 他也是 叮咚咚 这么多衣服 你穿得完吗 很多吗 作为艺人 每天换一套衣服是我的必修客 你看你这话说的 人家是大明星 能跟我们一样吗 不过 你穿上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之前啊 你可能 得先穿上这个 这是什么 迷彩服 军训穿的 这个会直接拉底我的气质 我不穿 听说 星云的军训很严格 必须得穿军训服才能军训 我才不穿 这些这么玩 我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 刀小仙 这位呢 是我们这次的主教官 和教官 这位是助理教员 也是你们的学长 卫风同学 叮咚咚同学 负责这次的拍摄 我希望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好好配合 葛教官 完成本次的军训任务 接下来请葛教官 跟大家说两句 很高兴这次 能来负责大家的军训 希望大家齐心协力 精诚合作 圆满完成军训任务 好不好 好 用之旗 初恋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三 一 二 一 上午的青春大会 为什么没有去参加 迟到了 开学的第一天你就迟到 我不管你是谁 既然你现在是新语的学生 就不要给我搞特殊化 作为惩罚 去给我打小仓库 一 二 一 知道了 一 二 一 大家准备开始训练 挺口令 小心 这里挺干净的 说啥说 下猫 这挺 你 你 去一趟仓库 看看又日齐收拾完仓库了没有 我 对 就是你 快去看看 好 有人嗎 好 還說不是我粉絲 所以我都抓到這兒來 我再說一遍 我不是你的粉絲 是教官讓我來的 教官讓你來的 你也犯錯了 誰犯錯了 是教官說 讓我來看你收拾得怎麼樣了 收拾得怎麼樣 這個理由 完美 你有妄想證嗎 別那麼自裂 變態 你說誰變態 說你 我 我怎麼變態了 你要不是變態 你進什麼女廁所 我告訴你 這件事情 以後不許再說了 不要 你幹嗎 你幹嗎 什麼我幹嗎 你撕我衣服 你問我幹嗎 我 你先懶定我 別過來 廢什麼話你給我拿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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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幹什麼 你 你 用 你 你 要 我干嘛 你要是想跟我单独相处 你就直说 你知不知道 我跟那个比喻男解释了多久啊 谁想跟你独处啊 要不是你步步紧逼 我能撕坏你衣服吗 那你不说女厕所的事情 我能步步紧逼吗 好了好了 这件事咱们到此为止 谁也别提 我还有个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 你一口的时候唱的那首歌 更是续打 那首歌 你们这个干嘛 集合 我 成平 集合了 来了 君勋好无聊啊 要不然我躺下吧 这注意不错 算我一个 别 被老师抓着要被开除的 我可不要 怎么会 这个佑芝琪在干嘛 佑芝琪 她又怎么了 你看啊 这两个男生自称比我帅 你们觉得呢 这两个人不是刚刚递死你那两个人吗 现在全网都在骂她 臭人多作怪 佑芝琪这招挺狠的呀 我听说 我听说作曲戏的两个男生气不过 又找佑芝琪麻烦呢 是假的吧 佑芝琪这样的明星 谁也找她麻烦啊 什么假的 我 亲眼看到作曲戏的两个男生 约了佑芝琪往仓库去了 肯定是去约假的呀 不是吧 我随着 我吃饱了 我先走了啊 鱼还没吃呢 陈铭 佑芝琪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 作曲戏的男生要找你打架 约是约了 但没看见他们两个人啊 我看他们也不敢 我可是幼稚企业 谁敢动我 开门 快点 利索一点 敢耍我们 怎么办 门好像被锁住了 我试试 行不行啊 快点快点 走 这两个小子跟我玩音啊 那现在怎么办啊 一会儿该集合了 还能怎么办 等着呗 这灯怎么啦 这灯怎么啦 没事吧 优质奇 你 你怕黑 你 怕黑 我是 我是幼稚企业 我怎么可能会怕黑 那我关灯试试 别动 别玩了 别玩了 你 别玩了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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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又是齐了 你没事吧 好 又是齐 我怎么了 又是齐 你醒醒 又是齐 来人 又是齐 醒醒 你醒醒 又是齐 又是齐 是学长抱着幼稚棋吗 他这三个在干嘛 走 看看 他们什么情况 不是出事了吗 你露下来了 又知齐曾不晕倒 被新女校长所救 一老头蹄啊 医生他怎么样了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那他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呢 有可能是 是精神压力大导致的吧 观察一下 没什么大问题 让他先休息一下 我先去一趟药房 有事叫我 好 既然医生说没什么大碍 你也就别太担心了 对了学长 你为什么会突然来仓库 我 我听说做取戏的两个男生 要在仓库找幼稚棋麻烦 所以立刻赶了过来 但是 我没想到你也在这儿 所以在我来之前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是听说那两个男生 要找幼稚棋约假 所以我才赶过去的 可是等我到的时候 只有幼稚棋在 门突然就被锁住了 那幼稚棋她是怎么晕倒的 那是因为 幼稚棋 你醒啊 幼稚棋 你怎么突然之间就晕倒了 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腰感通高 还有军雪 身体吃不消 就晕倒了 是吗 那不然呢 医生说你需要多休息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我和成明就先走了 等一下 你们就这么走了 那我一个人在这里 要是我再晕倒怎么办 医生说了你没什么事 好好休息就行 不是 怎么了 都好晕啊 快复一下 又怎么了 这样吧 成明一个女孩 照顾你也不方便 我留下来 你先回去 我来照顾她 别 你可是助力教员 那么多人等着你呢 你走吧 成明留在这儿就行 学长 那你就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看着她 好吧 成明 你一定要记住 在危险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安全 什么意思啊 什么是危险的地方 好了 你是不是有话要单独跟我说啊 我问你啊 嗯 我晕倒之后发生什么了 她为什么会在这儿 是卫风学长救了你啊 她 嗯 救我 好 你太重了 我抱不动 是卫风学长 把你抱来义无事的 她怎么抱的 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这样抱的 你刚刚那个鼻音男 就 就这样抱着我 什么鼻音男啊 她是播音系的卫风学长 你不是知道吗 是她打开仓库的门救了你 她很爱我吧 我幼稚齐一个大男人 就这样被她抱着啊 你这儿传出这些 多大的笑话吗 还有 你刚刚是不是要告诉她 我怕黑的事情 怕黑 你在仓库晕倒 是因为怕黑啊 我还以为你看见了什么 很恐怖的东西 果然是怕黑 不许说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 所以说 我现在知道你两个秘密了 沈苗 嗯 我问你啊 你为什么要找卫风借钱 借钱 对啊 那个老奶奶 她又不用微信 我又没有现金 我不找卫风借 那我怎么办 那你给我打电话呀 不管我人在哪儿 我都会帮你解决的 那你人在哪儿啊 我都不知道你人在哪儿 怎么解决呀 那我就一直陪着你啊 对了 我还有个事情要问你 就是 你之前做我粉丝的时候 有我做过什么吗 有我画过画像吗 PS呢 没有 那 经纪人资格证 驾驶证 厨师证 硬语八级 韩语中级呢 什么 你是粉我粉了个寂寞吧 别的粉丝都那么做了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又不是你粉丝 你敢说你不是我的粉丝 我 当然不是 什么样 嗯 我告诉你 你不许拖粉 你们俩注意安全 好好走路 别摔了 溜溜五二 咱们的车到了 快上车吧 嗯 那我们就先走啊 你们也赶紧交辆车 加油 到学校给我们发个微信啊 嗯 行 他们走了 我先再打个车 咱们一起回学校 哎 别 那个 我送他去 顺便帮他醒醒醒 他就交给你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这样你还可以 在福建拍我光 走吧 走吧 哎 不行不行 你 你们两个人 万一被记者拍了怎么办啊 哎 应该不会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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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 幼稚齐 你一定要安全把 成名送回学校啊 嗯 哎呀 哎呀 这要是堵车上怎么办啊 算了 我陪你吧 艾米 艾米 你慢点 维峰 谢谢你们帮我过生日 我好久没有过这么开心的生日了 开心就好 那你以前是怎么过生日的 维峰 啊 你这对我好奇吗 我 你知道对我好奇意味着什么吗 什么 说明你有可能对我有意思 我 艾米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卫风 你为什么要开潮玩店啊 我 之所以想开潮玩店 就是因为想给自己一次选择的机会 其实我那个潮玩店里 陈设的所有物品都是我从小到大喜欢的 算是一种情怀 我好羡慕你啊 你就是那种一帆风顺 无忧无独 毫无烦恼 每一个人都有烦恼的 只是有时候可能在在意一些事情 那就不要想太多就好了 你说得很对 我 卫风 你给人感觉就是那种 特别有依靠 特别有安全感 特别想依赖 卫风 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你不要说 卫风 我喜欢你 卫风 我喜欢你 卫风 我喜欢你 艾米 你小心一点 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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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都还晕吗 不晕了 要不然 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嘛 我还是挺重的 你也知道你自己重啊 刚刚吃饭的时候吃那么多 小小的一只吃掉了一头牛奶 哪有这么夸张 哪有这么夸张 我觉得比平常吃的 多了一点点 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 脸这么瘦热 是因为喝了酒吗 要不 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 我自己能走 你决定吗 头不晕了 鸡血 价格 你能复杂得来吧 你找个小型 煞 鸡血 喂 喂 佑哥 你在哪儿呢 我跟你说个坏事 今天不知道怎么的 宿管他非要查房 说什么不在的 夜不归宿的 都要记处分 那怎么办 反正现在回来是够呛了 因为学校大门 还有宿舍门都锁了 你们可能得 思绪想想办法了 呃 那好吧 笑着 这回让我带他了吧 睡也跟死猪一样 成名怎么还没回来 方方 方方 今天宿管阿姨是不是要来查寝啊 哦 对哦 今天好像要查寝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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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把他这个枕头塞到被子里能不能开门 那肯定开得出来 那怎么办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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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就完了 东东 哎呀 你算废啊 啊 哎呀 啊 哎呀 啊 透露查浜的最佳方法 解 谢谢 哼 interpol 再一起洗澡 三连儿查浜 啊 阿姨好 哎呀 好 人都在吧 啊 都在 嗯 陈妈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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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阿姨晚上好 啊 好 你 成名最近是瘦了吧 阿姨 成名最近瘦得特别多 一看就不像呢 好人 阿姨 你看我们音乐剧小孩多辛苦 白天还要上课 晚上还要练功 正所谓 睡前拉一拉 明天主角就是我 是吧 成名你不是要上厕所吗 快去快去 你们几个早点休息 别练太晚了 小心受伤啊 阿姨再见 拜拜 拜拜 阿姨再见 晚安 顺利通关 你这个办法绝了 吓死我了 没事了吧 没事我就先回去了 一会儿阿姨该查我那屋了 我钥匙落这儿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成名 收套下了 老师好 怎么就你自己啊 我们都在呢 幼稚齐和东东在里面洗澡 你以为我是傻子 你们总是拿着洗澡做借口 老师不是 是真在里面 开门吧 这都是男的 有什么可害臊的 你再不开门 我就把门踹开了啊 这年轻的时候 我可是体育老师啊 那个幼稚齐东东 你俩 你俩吃个生吧 老师 我来给幼稚齐洗澡 对 在帮忙洗澡 你让幼稚齐说句话 好 你等着 老师 我肚子疼 我在洗澡 对 幼稚齐不舒服 都能帮忙洗澡了 还真在里面 真在 真在 好 你们洗吧 我走了 老师再见 老师辛苦了 帮忙到你去 那个素管老师还没 怎么样 走了 素管走了吧 难受死我了 不好意思 我没走 老师好 你说幼稚齐在里面 人呢 是吗 可能 冲走了吧 咳嗦到了 饿死我了 没想到 你这么重啊 来 水 你怎么样 还好吗 我要喝水 我想喝水 水 我去帮你拿 我还打动 没事吧 不行 帮你摸摸 怎么样 喝水 水 来 我先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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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 来 来 我还要去 你别踩我床上啊 来 你去厕所来 你别踩我床上 我我的床 我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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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火了 这是哪儿 我怎么在这儿 等等 等等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家 至于你为什么在这儿 请你好好地回想一下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然后用羞愧的眼神看着我吧 我喝多了 那我的衣服 是你帮我换的 要不然呢 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吐得有多恶心 多费了好大的意气才把它唤醒好 咱们慢慢删上来 又知情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换我衣服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凭什么拿我 你干吗呀你 又知情 又知情给我开门 又知情我站在里面 开门 给我开门 我站在里头 谁 谁叫门 我经纪人啊 你别让他进来 为什么 有人请给我开门 现在这种情况 就算我没有一千张作业 说不清楚啊 快去快去 我开始吧 行 我不打扰你 我开始变了 他好像有腰势啊 我给我开 有人请 为人不给我开门 有人请你给我出来 别别别别 别过来 你是别打过 喂 喂 没更年期啊 你好端端的 放我床干吗 什么床卫生间呢 喂 我说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 人家到我前面没事吧 别管 你是不是带了个姑娘回来啊 什么姑娘 不知道 就算你没带姑娘回来 能不能有爱恶觉悟 我保持我帅气的面房 还不恶觉悟吗 幼稚齐 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又上热搜了 上热搜 有什么希望的吗 是 但你今天的热搜 让我意想不到的兴趣 自己看 这牌照技术啊 也是难为你能认出来的 那不止我能认出你 全国人都认出你 好在也没认出这姑娘 你跟我说 这姑娘到底谁啊 她 你们 继续 你们 继续 不是吧 挂断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听东东跟我说 昨晚幼稚奇也没回来 他们也被苏管抓了 幼稚奇也没回来 我看我们报警吧 别别别 成名跟幼稚奇在一起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要是出事的话 就上热搜了 上热搜了 幼稚奇竟然深夜 与不明女子一同就餐后离开 什么时候报出来的 这不就是成名吗 算了什么好事都落他头上 你什么意思 和幼稚奇传绯闻 全网都知道他了呀 好了 成名肯定不是故意的 肯定有什么误会吧 我这还误会都这样了 他昨晚晚上没回来 他俩说不定去干嘛 行了你 现在最起码知道 成名跟幼稚奇在一起 说明他人没事 刚刚我觉得是我脑子丑了 看来真是错了 照你比我还差远了呢 你怎么想的 把人姑娘往家里带 你是觉得这里安全吗 你就是带去酒店都鼻子而强 我还能着不着不 麻烦把你脑子里面 握握出的东西收一收好不好 你以为别人就不会这么想吗 我怀疑你是不是跟人姑娘有仇啊 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桃色新闻舆论攻击对象 大多数都是女孩子吗 我怀疑你是不是跟人姑娘有仇啊 你说的是会攻击她 你觉得呢 你是第一天进圈吗 你去看看微博底下的评论 这些话呀我本来不想跟你说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资格喜欢任何一个女孩 你保护不了人家 对不起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跟你没关系 微博的事情 你处理一下 我先跟她聚上学了 对不起啊 悠悠姐 这件事都是我喝醉了才搞成这样 你千万别怪优质气 小刘 你把车子开到公司底下 敢 你今天哪都不去 就在这儿跟我收拾烂摊子 烂摊子就交给你吧 走 鱼哥 车好了 我们走吧 そして人间 抱一个抱一个 抱一个抱一个 val一个這对你的朋友 请问这位小姐真的是你的女朋友吗 你们组队玩事 是不是真正在一起了呢 arkите сейчас 爸 你看 可是他第一天 我告诉你 他不是我女王 我们只是同学 昨天只是同学聚会 请你们不要妄议揣测 更不要再来骚扰她了 谢谢 不好意思 大家请让一下 不要妨碍我们正常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别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干什么呢 不好意思 我找幼稚齐 有预约吗 预约 我没有预约 但是我找她有急事 我是她同学 今天怎么这么多同学啊 对啊 刚才来了一个 现在又来了一个 刚才来过一个 但是我真的是她同学 那你怎么证明啊 证明给我看看 大叔 我找她有事 真的是急事 你就让我进去吧 行吗 你 出去 大叔 出去 我说是小权能的练习生 去哪儿找 张一勇 证明 你怎么来了 你也来找幼稚齐的 他真的回来了吗 真的呀 他就在楼上 走 我带你去 没有证明是不能上去的 我说大叔 幼稚齐不是刚带我上去吗 那你就叫他下来再带你一次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我这人按规矩就办事 不讲道理 真对我是吧 我劝你好自为之 没事 该关胡子了 你干嘛 上面快去 别跑 不许进 站住 快去 你干什么 站住 别跑 站住 你干什么事啊 站住 给我拦住他 给我拦住他 我拦住他 我拦住他 怎么回来 让一下 站一下 你们怎么了 你干嘛 站一下呀 我疯了你们 我不想够你一个可的 我连礼貌都没有 我这些东西都跑到了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别跑 别跑 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我有话想要问你 要不然你先进去洗一下 我帮你把衣服晃干 王记者要来 里面请 您先去沙发上坐一会儿 我叫上幼稚齐 来 王记者 幼稚齐 这是优贵的家 好 幼稚齐 你在里面干吗呢 你要快点 幼稚齐 你干吗呢 他不赶紧出来 王记者都到了 我先走了 大下午洗什么澡啊 糊弄谁 您想喝点什么 我待会儿给你弄点 茶 咖啡 啥都有这儿 幼幼 幼稚齐在里面吗 在 在洗澡 王记者 幼稚齐怎么不见人呢 我们家一人洗澡呢 咱们出去等他吧 好吧 大下午洗什么澡啊 这一路风尘工夫赶回来 为了见您 洗个澡应该点 我们出去等他 走走走走走 那这女鞋怎么回事 我的 你的 她看着尺寸也不像是你的鞋 王记者 我就喜欢穿小鞋 优勘 这不对吧 这有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的 王记者 我在我带的一人家 放双我的鞋子 怎么了 再说了 要不你约那么早 我在家睡眠的觉 我是觉得不对 她是一个人在里面洗澡吗 王记者 王记者 我们家一人洗澡呢 您进去多不合适啊 你说是不是 王记者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去进去看一眼 去公司的 王记者 王记者 我看一眼 早上赶紧下来 王记者 王记者 你开酒 他们都走了 都走了 那你呢 我 我什么都没看到 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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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换好了 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看到 你这一年去哪儿了 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和你的病有关系 谁跟你说的 你公司说你去国外游学 可是游学怎么可能 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是不是去治病了 程铍 对不起 一年前我的主治医生 说我的病情加重 只能去日本治疗 程铍 我只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 我的机会只有这一次 那你离开的时候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因为我不想让你一直等 我害怕 我害怕我再也回不来了 你从来都只想你怕 你从来都只想你怕 你从来没有在意过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只是想要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 我帮死他们 有这些兴隐 电影 之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天才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跟绝大多数人都一样 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但是我的梦想 是做一名优秀的音乐剧演员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站在 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唱歌 我也一直在为我的梦想 努力拼搏奋斗者 我身边的人跟我一样 他们从一个剧组 到另一个剧组 认真地演着 每一个龙套角色 他们每天练舞 跳赖了一双又一双的 芭蕾舞系 四年 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凭借着热爱 努力 坚持 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天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那就是百分之一的天赋 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 拼搏和汗水 也许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出众 但是请你们记住 你们 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请努力地去追梦吧 我们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红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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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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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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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就像第一次你被带到我身边 又是起 或许 这就是别人所说的缘分吧 那我们 就把这份缘分 一起积蓄下去吧 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这么结束了 在这里有过成功 有过失败 有过喜悦 有过悲伤 更多的是为了梦想的坚持 即将踏上新的旅程了 未来不管我们在哪里 都会为了新的希望努力 再见了我的同学们 再见我的大学 我本来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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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